曾经扬言打破波尔特纪录的欧曼亚拉 终于迎来了他的赛季首秀 只不过让小帕没想到的是 他的第一场比赛就打破了国家纪录 同场的老朋友西赛也成功了火了 昨日 2023年世界田连室内巡回赛 蒙德威尔室内赛如期举行 其中男子60米项目 绝对是短跑迷们关注的比赛之一 咱们就先从预赛开始说起 预赛共分为两组 首先西赛的那组共有六位选手 西赛在迪斯岛 这一组的话除了西赛以外 去年美国队第三棒选手霍尔也在其中 简单说完了选手 接下来重点看一下比赛成绩 6秒57 西赛小组第一成功晋级 但重点是他的跑姿 每次有他的比赛 我的视觉重点都不是成绩了 而是他的动作 真的就是自带喜感 注意 这里不是贬义词 就是单纯的欣赏得出的结论 看完了预赛 接下来看一看决赛 决赛中就有大家熟悉的非洲敌人 欧曼亚拉 但是这里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 欧曼亚拉的跑姿吧 也有一点奇奇怪怪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是不是一时之间无法分清谁是谁 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下 谁是欧曼亚拉 谁是西赛 没错了 第一个充现的就是欧曼亚拉 他以6秒55的成绩 成功刷新了国家记录 西赛6秒59排在第二 从状态来看 他们两人赛季出能有这个成绩 算是很不错了 去年遗憾只不试锦赛 半决赛的欧曼亚拉 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能进决赛了 当然了前提是要不出意外 看完了欧曼亚拉的比赛 接下来的几天还有好几场 值得大家关注的比赛 亚马加野兽布雷克 也将在明天完成他的赛季首秀 正在进行的比赛 也有亚洲室内锦标赛 这两天小帕也会做一个 详细的室内赛总结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小帕的视频 按赛季首秀